今天的这款蒜香爆浆奶酪包是我们家老牛点名要吃的 真的特好吃 现在准备面包坯的面团吧 材料很简单 除黄油和盐之外 其他的全部倒入搅面筒 如果家里没有厨师机的话 这款手楼也是很方便的 因为它对手套膜没有很高的要求 面团打出后膜之后再加黄油和盐 可以将黄油和盐包到面团里边 这样搅打的过程就不会散得到处都是 将黄油搅打到完全被面团吸收 基本上就有薄膜了 像视频里面看到的一样有薄膜 但是搓开之后它会有轻微的锯齿 这个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对手套膜没有要求 将面团整理光滑之后 放烤箱用发酵功能28度一个小时吧 接着我们就来准备奶酪馅 将屏幕上的材料用打蛋器打匀 打浓稠就可以了 然后装入表花袋 如果温度比较高的话 可以放冰箱冷藏备用 接着我们来准备面包坯 表面涂抹要用到的蒜泥酱 将屏幕上的所有材料拌匀 像现在温度比较低 黄油划不开的话 可以隔热水划开 然后取出发酵好的面团 再拍打排气 排气之后再平均分成6份 每一份大概是89克 将面团里边的气体拍干净之后 再整理成圆形 然后盖上保鲜膜松弛10到15分钟 将松弛好的面团再次拍打排气 然后再整理成圆形 全部整理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二次发酵 同样也可以放烤箱 用发酵功能35度发半个小时 发酵好的面团再表面均匀地涂抹一层蛋液 然后放预热好的烤箱180度烤20分钟 烤好的面包皮完全放凉之后 平均切成6等份 当然底部不能切断 切好之后里面再均匀地挤上来捞线 表面再均匀地涂抹一层蒜泥酱 看一下这是第一个挤的馅料 挤得太满了 导致后面馅料不够用 所以6个变成5个了 最后再放烤箱160度烤10分钟 这次不用预热 主要是将蒜泥烤熟就可以了 里面的奶酪馅经过加热 已经化开爆浆了 味道口感真的超赞 赶紧试试吧 在 endsーン中和蒜泥也尽不够用 感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